Hello 各位好 我是方鼠 今天做一道咖喱牛肉 配饭 配饼 配面包 配甜 配地 配空气 总之我认为咖喱是一种完美食物 可温可塑 可浓可淡 总有一可能直击我的脑袋 咖喱虽然怎么做都好吃 但你要是想升华一下 那绝对需要一些门道 方鼠这次把自己做咖喱的所有技巧全都整理出来 和菜谱一起放在了视频最后 技术要点超级多 学到就是赚到 不要忘记零去哦 下面开始制作 这次的咖喱牛肉我使用印度咖喱粉 然后进行了一个日式调味 锅里热油下牛肉 牛肉我选择牛肋调部分 这个部位炖出来超级香 盐和黑胡椒调味 这里要翻炒得仔细一些 让牛肉充分上色 然后下干葱头焖炒 焖炒就是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炒 让油和蔬菜自身的水分同时进行烹饪 这可以让干葱头本身的鲜甜得以释放 再下芹菜醉 葱泥和姜泥 20克咖喱粉 5克马萨拉 咖喱粉和马萨拉中的部分香料 需要高温烹饪才能激发香味 所以先加一半高温炒一下 可以让它们得到正确的烹饪 翻炒后可能会有一些粘在锅底上的粉 这时加入白兰地洗锅 既可以增香 还能将锅底的精华软化 然后加水 再加10克咖喱粉 以及适量的红甜酒粉 红甜酒粉微辣 主要用来增色 再加生抽 苹果泥 咖啡叶调味 这是我钟爱的增香搭配 咖啡叶我是现脆的S-Price 别多加一shout即可 你也可以换成一小勺速溶咖啡 注意也不要晚上加 可能睡不着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牛肉要小火熬制一个小时 咖喱经过长时间熬制 会和食材完美的混合 产生深邃迷人的香气 一个小时后 加土豆胡萝卜洋葱块 再熬半小时后收汁即可 蔬菜搭配白洋葱胡萝卜土豆芹菜 这是一个超级稳妥又经典的组合 你也可以根据喜好使用蘑菇 炸茄子 热晒番茄等组合 收好之后再撒上一些马萨拉收尾 再加蜂蜜调调你喜欢的甜度 即可装盘上桌 再服装一个小技巧 凉咖喱比热咖喱更好吃 不信你可以放凉试试 此外常见的增香方法还有 红酒 巧克力 番茄 酸奶 椰浆等等 你可以自行组合 如果你也喜欢咖喱 别再用千篇一律的咖喱块 赶快试试我的这些技巧 保证好吃 不好吃的话请顺着网线来打我 诱点和菜谱在视频后面 不要忘记领取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苍鼠 关注我 让您吃的明明白白 我们下期视频见